第十二章 求情讨饶 京城军营里的惨状很快传了出去 家里有子弟在里面当兵的都害得发慌 死者已逝还在打板子的急忙脱关系上门说情 去军营想见将军的通通被拦了出去 郑国公府皇室闭门谢客一概不理 有几个脑筋赚得快的冲去安庆王府 拉着安太妃一通哭诉 安太妃耐不住几个相熟的闺蜜哀求 便派人给叶昭送信 让她高抬贵手卖个人情 叶昭接过信点头道 婆婆的人情是要给的 给名单上的几个家伙换个熟手打 小心不要打死了 参将报告 将军早就打完了 死了十三个 您的意思是 再打一轮 叶昭很大度的摇头道 算 第一次整理军务 宽松点也无妨 你们去好好教育一下 那群废物 告诉他们什么是军规 教育不明白的 再拖去打二十军棍 再长长迹象 教育明白的 就让他们好好去养伤吧 参将领命而去 京城军营立刻掀起了学习狂潮 只要还有口气的人都在拼命背军规 比考状元还积极 叶昭对大家的努力深感欣慰 好几个官员得知消息 气得去面胜 预告夜昭暴脸气盛 处罚过重 含了广大军事之心 当今天子是个人后之人 养得鸟死了都会掉脸滴眼泪 自不会行残忍之事 可惜他当时在专心致志地玩 最新进贡来的玉顶金斗 把跪在外头的官员忘记了 足足耽搁了他们两个时辰 待招见的时候 人头已经落地 板子也打完了 只好随便安慰了流泪满面的大臣几句 让他们管束好儿孙 又给夜昭下了一道不痛不痒的圣旨 意思 意思啊 然后继续玩鸟去了 夜昭也将这道圣旨不痛不痒的 搁一边去了 大家进圣上如此行事 心里一片透亮 更何况各大家族中但凡有出息想从军的子孙 都是靠无拘进入军营 不至于干出那些混账的事情 若是受宠的子孙也舍不得将他们送去军营里受苦受累 所以死的除市井混混外 剩下的八成是各大家族中不成器或不受宠的家伙 就算万分难过 可心头盘算一下 为他们得罪宗室权贵 就是大大的不划算了 好几个剑锋使多快的 立刻拍马屁说 京城军营闹得不太像话 正应雷霆手段整治 方得保大秦万年江山 还有脑子没转过弯来的 比如马贵人 他入宫前和侄子关系甚好 听闻死讯 立刻抱着肚子哭哭啼啼的找上门 要皇上给他做主 皇上一边斗鸟 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你侄子为何会入京城军营啊 马贵人道 他自幼便想为大秦效力 端的是一片赤胆忠心的皇上 皇上再问 为大秦效力的途径不少啊 科举 经商 种田样样都很安全 为何非要从容呢 马贵人不敢说 自家侄子文不成武不就 脱关系进局混饭吃 只好哭着说 这 这 他热爱军队 想在宫中挣功名 报效圣上 也可光宗耀祖 除时未接 犯了点小规矩 却招叶将军毒手 可怜哪 皇上叹息 确实可怜 军中功名不好挣 那是用脑袋换的呀 这孩子今天多大 进京城军营几个月了 马贵人急到 二十三岁 三个多月了 皇上继续问 为何一个想证军功的人 活了二十三岁 进军营三个多月 还不明白 十梯条太祖军规 马贵人一时语色 物质强辩道 是叶将军教导无方 胡乱杀人 皇上拂袖怒道 叶昭是持太祖令的玄铁鞭 按太祖军规处置了你侄子 莫非你认为 太祖的教导是错的 太祖立下的军规 是胡乱杀人的 好大的胆子 不陛下 我不是这个字 我肚子疼 他流着泪 颤抖不已 摇摇欲坠 别跪了 你是双身子 留太多眼泪 对孩子不好 皇上赶紧扶着 爱妃安慰道 这事已无可挽回 但你还有一个 表兄弟在军里吧 我估吗 他和叶昭的八字 也合不来 既然他有报国 我与光宗耀祖之心 不如给他封个小官 再调个地方吧 你说去西南边军 前锋营怎么样 那里立功的机会最多 带捷报传来 我便给他好好的 加封进赏 西南边境 常有遗族入侵 兼毒虫找气无数 西南边军的前锋营 号称送死队 里面用的是 发配冲军的犯人 或是当地走投无路的穷人 能熬过几年活下来的 固然能升官发财 数量却寥寥无几 马贵人的脑子 总算转过弯来了 赶紧跪下磕头求饶 不想去就算了 这是何必呢 皇上再次将他扶起 含笑道 虽然太子已立 儿子也不少了 但我对你怀中孩子 还是很欢喜的 最好是个和你长得 相似的小公主 定会美毛过人 马贵人一阵天寻地转 他觉得肚子 真的有点痛了 军营内 处罚后的各项事务整理 还未结束 也招端坐主将厅 一份份查看各项资料 不知不觉已到傍晚 胡青悠哉悠哉地逛了进来 走到他身边又转了一圈 他终于留意到对方的存在 抬头道 狐狸 这些天未收拾这群兔崽子 辛苦你了 难得罪状收集得这么齐全 应该的 胡青大咧咧地坐在他身边问 明日正逢休暮 我们去喝酒 叶昭摇头 酒品不好 我不嫌 我是说你酒品不好 胡青尴尬地摸摸鼻子 大家彼死彼死 谁也别闲谁 叶昭看着高高的文书 改日吧 不行 叶昭皱眉 为何 胡青沉默了一会儿哀怨的 你这家伙 莫非又将我们的山王海誓 彤彤忘了 叶昭给吓得浑身僵了一下 警惕问 你又在搞什么鬼 胡青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猜 叶昭思索片刻 半眯的眼睛威胁道 就算和你这头混账狐狸交情好 也不妨碍老子有时会琢磨怎么捏死你 嘻 幸好只是有时候 幸好只是琢磨 胡青嘲怒两句 见他神色不妙赶紧交代 当年我们誓死复仇 突袭了前夜 你说若是大家能活着回来 便请大家在上京喝最好的酒 莫非忘了 叶昭文言 笑了 怎会忘记那一夜 天上没有星星 也没有月亮 从漠北屠沙中逃出的三千将士 聚在黑山头 磨亮长刀利器 煞雪为盟 誓死复仇 没有壮胆酒 用清水来带 没有大块的肉 用窝头来带 他站起来告诉大家 若得胜回京 我就请兄弟喝喝好酒 大家笑着启哄 光是好酒不行 秦和尚画坊最好 六安相的武姬最美 将军不可小气 非要喝穷你不可 他笑着说 那便喝上三天三夜 好 大家豪爽地干了碗中的水 摔碎大碗 高吼着 七开得胜 上京再见 然后 劈上铠甲 提起武器 跟着他一起冲下山 指导敌营 死战 死战 用命去战 那一夜 他们击败了敌军 1237个兄弟 却没有回来 六年后 当年的三千兄弟 仅于532人 会唱戏的老黄死了 倔脾气的狗圣死了 秦科 唱得比黄黎还动听的小河死了 烧得一手好饭菜的老猫死了 会用草印编锅锅的老牛死了 天天念着要讨媳妇的铁柱死了 最爱吵架斗嘴的阿牛也死了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庆祝 要喝 这酒必须喝 马上去秦和将所有画坊包下来 去溜我一项 把最好的舞技乐师统统叫来 我要请兄弟们喝最好的酒